您好,今天是2020年12月24日 欢迎收看亚洲新闻,我是主播王荣升 马上带您来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阿里巴巴被正式调查支付宝条降用户而渡 新华社报道,市场监管总局根据举报 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补有限公司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 这是中国在互联网领域加强反垄断监管的一项重要措施 有利于规范行业次序,促进平台经济长远健康发展 近年来,中国线上经济蓬勃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 那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与其同时,线上经济凭借数据、技术、资本优势 也呈现市场集中度越来越高的趋势 市场资源加速向头部平台集中 关于平台垄断问题的反应和举报日益增加 显示线上经济发展中存在一些风险 近期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均明确要求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得到社会热烈反应和广放支持 可见,反垄断已成为关系全局的紧迫议题 而另一方面,中国捐管当局出重权来整顿网络金融后 中国最大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 近期大幅调降花败年轻用户的额度 引发消费者错愕 母公司蚂蚁集团宣称 这是要倡导更理性的消费习惯 花败是蚂蚁集团推出的信用消费工具 用户在消费时可以使用花败的消费额度 享受先消费后付款的购物体验 综合界面新闻、泰媒体等陆媒体报导 不少中国大陆年轻网友近日发现 自己的花败额度被下调 对此,蚂蚁集团就回复称 花败近期正在调整部分年轻用户的额度 倡导更理性的消费习惯 但支付宝尚会透露具体的下调标准和用户范围 支付宝先前发布的年轻人消费生活报告显示 中国近1.7亿的90后当中 有6500万人开通了花败 占比近40% 相关资料还显示 中国大陆的90后 只有13.4%的年轻人没有负债 而86.6%的90后都接触过这类的信贷产品 中国官方与学界此前已多次表达 对年轻人过度超前消费的忧虑 中国在边界建墙 防毒场、疫情、毒品还是其他 美国之音报道说 中国当局正在沿着与缅甸 淡邦接壤的东南边界一带建造围墙 淡邦局势动弹不安 中国持续被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将恶主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溜进中国 与其同时自止中国赌客和讨债帮派偷溜到缅甸 根据缅甸新闻网站 伊洛瓦迪11月26日的报道 中国东南当局正在沿着与缅甸淡邦边界建造围墙 新闻就说缅甸军方发出了一封抗议信 在缅甸军政府执政时期 中缅拥有坚实的政治关系 2011年后 两国关系摇摆不定 主要原因是在于贫穷的缅甸寻求第三国的投资 以及对一项激欠中国的建筑债务感到忧虑 但是去年缅甸国务执政昂商素姬 因他的政府迫害穆斯林罗兴亚少数民族的行为 招致国际批评 而转向中国寻求缓冲 分析人士就和中国媒体说 这道围墙有助于 制止新冠病毒大流行病向北蔓延到中国 缅甸有11万8千起病例 主要是在10月和11月感染飙升 上个月协力商业顾问公司说 中国担心来自海外的疫情会重创经济 由于担心健康问题 中国暂时禁止10个他国的公民入境 与其同时 边境围墙也可以帮助 二组中国公民进入胆斑的国感地区赌博 美国驻缅甸大使馆前常驻代办 可拉普就说 赌场、水疗休闲中心和旅馆 使国感成为一个主要的赌博中心 他补充说 当地民选官员还经营一些赌场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2016年 在其网站上出 中国当局对在缅甸赌博的中国公民进行打击 当地访客也受到政府军和民族武装组织之间的冲突牵连 一些分析人士就认为 中国建造边境围墙的另一个原因 是缅甸的毒品交易 这道边境围墙可以干扰毒品运到中国的供应路线 今年5月 缅甸警方就查获了东南亚最大宗的合成 阿片类液体芬太尼毒品案件 曼谷珠拉龙宫大学政治学教授 提塔南彭·舒迪拉克就说 与中国接壤的缅甸瓦邦生产 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毒品 台湾的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事务副院长 黄奎博就说 中缅两国对边界围墙并不陌生 如果这道围墙能够赶走罪犯 让自己的民众留在本地 缅甸可能最终会接受这道最新的围墙 黄奎博就说 如果缅甸不惜其人民跨越边境 有围墙能够让缅甸人留下来 不让他们跑了 那么缅甸未必会对这道围墙感到不悦 黄奎博也说 在已经盖好的围墙部分 中国人通过围墙上的洞口 把钱交给围墙另一边的小贩 黄奎博曾经参观过 2227公里的边境线 分析人士就说 中国官员还没有正式宣布 新建这道最新围墙的原因 但是缅甸历史学家 前政府官员胡丹敏表示 几千年来 中国历代皇朝和政府都在试图巩固边界 这位历史学家说 缅甸伊洛瓦迪江河谷 与中国核心人口之间的地理屏障 正在遭到破坏 中国要求投资核电厂 中欧投资协定现变数 根据德国经济周刊引述 欧盟知情人士报道 随着欧盟与中国投资协定的谈判 进入最后关头 中方近日突然提出 投资欧洲核电厂的要求 双方谈判出现了变数 中方在谈判时认为 中国的核电技术比较进步 提出投资欧洲核电厂 并采用中国技术的要求 中国近年来 大力投资欧洲的电力和港口等基础建设 德国等国担心国安风险 纷纷设置了审查门槛 部分国家更是已经决定放弃核电 无奈在谈判的最后关头 中国突然提出投资核电厂的要求 势必在欧盟内部引发争议 欧盟与中国投资协定谈了7年 最近由于德国总理梅克尔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施压出现突破 有机会在今年年底前 也就是德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完成谈判 知情人士就指出 中国在协定中同意开放 欧商投资金融 电信 电动车 制造等行业 不过不仅中方要求投资核电让谈判出现变数 欧盟内部这几天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 波兰外长拉奥就在22日推特上呼吁 欧盟应该多与扩大西洋的盟邦 美国磋商 并批评现在与中国签署协定过于仓促 由于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的奴工问题 欧盟与中国对强迫劳动的问题也意见分歧 欧洲议会对中国关系代表团团长包瑞翰 一再呼吁中国对国际劳工组织ILO 有关禁止奴工的核心劳动基准做出承诺 不然欧洲议会不会批准 中国说没有战机巡航闯入韩国防空识别区 中俄两国前天举行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时 有战机飞入韩国防空识别区 中国外交部就重申巡航不针对第三方 且中俄战机遵守国际法会进入其他国家领空 根据中和媒体报道 中俄国防部前天联合宣布 两国空军当天在亚太地区组织 实施第二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中国国防部就称 中方派出四架轰6K战机 与俄方两架图95战机联合编队 在日本海东海有关空域组织联合巡航 中国国防部就指出 中俄开展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旨在进一步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提升两军战略协作水平和联合行动能力 共同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并称此次行动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项目 不针对第三方 两国空军飞机严格遵守国际法有关规定 未进入他国领空 中俄两国空军去年7月23日 曾在东北亚地区组织实施首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当时中方派出两架轰6K 与俄方两架图95混合编队 在日本海东海有关空域或按既定航线组织联合巡航 去年的联合巡航引发多方的关注 韩国当时谴责俄罗斯军机两度闯入韩国领空 但遭俄罗斯否认 韩国和日本也先后拦截中俄战机 并警告对方已经进入他们的领土 分析人士就称 中俄两次巡航兜选日本海东海方向 说明中俄对此方向的战略稳定 抱有持续的共同的担忧和关注 但此次情况略有不同 据韩联社报道 韩国军方称中俄军机22日成群飞入韩国防事区 但同时指出中方已经事先告知了韩方 军机均未侵放韩国领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昨天应训时强调 防空识别区不是领空 各国依据国际法享有飞越自由 并称中俄两国军机在此次训练中 严格遵守国际法有关规定 没有进入他国的领空 空军专家傅前少就认为 中俄空中战略巡航 都是在国际海空域进行相应训练 其他国家没有权利说三道事 以前远程战略轰炸机联合巡航比较少见 今后多了 货方也就习以为常了 日本国防部统和幕僚监部 昨天则指出 中俄有四架军机前天一度飞向 钓鱼岛附近海域 日本航空自卫对战机紧急升空应对 换个焦点 美国巴尔地摩办公室出事 23人受伤 当地时间12月23日 美国巴尔地摩中心的一座办公楼发生爆炸 造成至少23人受伤 根据报道 该建筑为巴尔地摩市燃气和电力大楼 爆炸发生时 部分屋顶出现倒塌 巴尔地摩市消防局的消防人员 从建筑物中救出23人 其中21人被送到当地医院进行救治 其中9人处于危急状态 1人处于严重状态 部分受害者在爆炸发生时 正在清洗大楼窗户 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把焦点转向泰国 泰国探讨关闭边界或进跨年节庆活动 泰国首都曼谷附近 龙仔错府水产市场 关闭感染群持续扩大 泰国首相巴裕 透露当局正研究 是否收紧原本已放宽的防疫措施 这包括考虑是否禁止举行跨年庆祝活动 以及是否重新关闭边界 曼谷游报报道 8月指出 他本周将与冠病疫情应对管理中心 开会讨论此事 然后再次决定怎么做 公共卫生部疾病管制师 昨日透露 全国已有22个府出现 与龙仔错府水产市场 感染群体有关联的确诊病例 当中包括普及岛中北部的 BX文府以及洛昆府 那巴裕就说 龙仔错府水产市场的冠病疫情显示 冠病人是泰国的重大威胁 全球冠病疫情也突然急转直下 这也对泰国造成严重冲击 包括泰国经济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服输 那他说 泰国因此对放宽入境管制的做法 必须特别谨慎 那巴裕就表示 可能必须加强防疫措施 这包括考虑 是否允许及如何规范新年庆祝活动 他说 此事必须慎重考虑后才能决定 新闻的最后我们来关心 新加坡首例B117病毒变体感染病患是少女 那新加坡发现首例 受B117冠病毒变体感染的病患 患者是一名 于近期从英国返新的17岁新加坡籍少女 与其同时 另有11名近期自欧洲敌进的确诊病例 那B117冠病毒株确检测 结果初步呈现阳性 有待重复检测确认 不过新加坡卫生部就强调 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新的冠病毒株已在新加坡社区传播 根据新加坡卫生部的文告 已经确定习代B117变体病毒的这名病患 今年8月到英国求学 并在12月6日返回新加坡 他抵径后在指定设施旅行居家通知 7日开始发烧 他8日确诊染病时 与他有过密切接触者已被隔离 并在隔离期结束时接受检测 但检测结果全部呈现阴性 卫生部就指出 由于这一名病患抵径后就被隔离 因此新加坡能够避免病毒进一步的扩散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王荣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看